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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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oach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用来选主修选职业的Horland Coates 它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和大学最信賴的心理测验 Horland Coates 亦为霍尔兰代码 也简称RISAC 是一个将个人性格、特质匹配到最适合的大专丸校的学习专业 即所谓的主修科目和职业道路的一个权威心理测试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抉择 应该选择哪个学习专业和应该走哪一条职业路呢? 每个人的个性是有一套特征 它是从生物和环境因素演变而来的行为 认知和情感模式 心理测验其实是否一些蠢人的自欺欺人的环意呢? 心理测验是用来评估心理能力 例如智力、才能、技能和成就 个性和心理功能 测验经标准化后 心理学家可以将人的结果和其他人的结果进行比较 不幸的是偽科学 尤其是常常是心理测验 就是被骗子利用了作为一个工具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集以为上 融入了我们内 很多概念因为已经加传互晓 一般人都不信为真的 魏科学最佳的例子就是莫扎特效应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称得上神军和魏科学界的天王巨星 Coach做过一个实验 在一个工作坊里访问了四十多位参加者 他们全部都是中学的音乐教师 Coach发问了 莫扎特效应应该是假的 当然是没有一个人举手赞成的 我反过来再问 莫扎特效应应该是真的 果然全部人都举了手认同 为什么连音乐老师都不信这些伪科学 为什么没有贝多芬效应 巴克效应呢 正因为这些心理测验 史上被用作伪科学的伎俩 所以专业的心理学会 是有严格的监管 来实践他们这些伦理的行为 定立测试实践在教育上 一些公平的受责 负责任的测试使用 和执行的人是有资格的审核 不过正因为执行心理测验 有严格的注册监管 所以老实地和大家说 你日常接触到的愚无以外 全部都是伪科学来的 除非你是亲身接触到的资讯 是第一手来自专业的心理学家 所以接下来是利新的时间 Coach是以下三个专业学会的注册会员 交会费都交了十多年 第一个是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接下来是CPA Canadi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以及NCME National Council 也认为认识 所以大家应该值得再听下去 在讲一下之前 提醒大家 如果仍未订阅Coach 教育频道的朋友 请你用行动支持Coach 立即订阅本台和给like 多谢大家 Horland Coates Horland Coates 是姓不是国家 是美国心理学家 Dr.John Holland 在1959年提出 他因为这些贡献 是被APA 就是刚才所提过的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是授予他心理学应用结出的科学奖 Horland Coates 亦都称为Horland的职业主题 或者叫RISAC RISAC就是Code的代码 不是故作神秘 而是心理差验的结果 得出性格的分类 而最强的三组代码 就是用来做出配对 学习专业和职业的主题 RISAC的模式 就是职业的选择 是个性体验或表达 每一个性格的特征 就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 实干型是做事者 研究型是思考者 艺术型是创造者 社会型是帮助者 企业型是说服者 以及事务型是组织者 Horland Coates的理念 就是你会享受 跟你性格相关的职业 你更可能跟你在你性格相关的工作中 能够成功地发展 和获得更高的成就感 六类性格方案 并不是代表只有六种性格的人 而是需要多过一个结合 才能更细緻地表述你的性格 因为人格是多面化和立体的 所以最准确是用三个代码组合 Horland Coates 于是提供了720种不同的个性模式 在很多美国加拿大的大学 他们将所有的课程 都以清单列出每一个主修 Horland Coates 用三个字幕代码 如果你做过这个测试之后 你会找到哪些主修 和你的性格是最适合 Horland Coates 亦应用在职业规划上 美国劳工部在他们的 Onet职业信息网络中 用了Horland Coates 创建了一个 包括12,860个职业数据库 我们看看这些例子 Horland Coates 很广泛地用在大专院校选科辅导上 在加拿大的大学和学院 亦有用 这就是美国劳工部 在他们的Onet提供 专业配对 Horland Coates 也试用过 得出来有13个专业 是传重的 就是Horland Coates 做过的工作 和主修过的科目 和我的Horland Coates 研究的范畴 全部都一网打尽 一个都没留 真是令Horland Coates 心服口服 正因是这样 所以需要分开两集 第一集 会介绍6个Horland Coates 类别和解释 看看自己的个性 是否有充分的了解 第二集 就是做测试和结果 会为你介绍测试 可以即时计分 然后揭晓 你学习专业和职业的配对 Coates估计 年龄越大 就越准确 因为要走的路 你已经走过了 但年轻人要走的路 或许都还未展开 但这个要看第二集 大家做完之后 告诉我 准不准确 我们看看第一类性格 这是实干型 Realistic 是一个Dual 是做事者 你的倾向是具体实用的事物 可能是运动型 或者以行动为道向 也可能是大自然爱好者 倾向或者偏好机械的操作 你擅长或者一般 你都会喜欢建造 或者修理一些东西 操作机器 或者用手去工作 在户外工作 照顾或者训练动物 也能够独自去工作 第二个是研究型 是一个思考者 Thinker Investigative 我们用I字来代表 你的倾向是好奇 善于分析 科学合乎逻辑 你擅长或者一般 也会喜欢解决数学的问题 学习理解科学理论 使用研究工具 或者电脑 在实验室进行实验 进行研究分析讯息 阅读科学 或者技术的杂志 也是独立的工作 第三个是 艺术型artistic 是一个creator 你倾向于创意 想象力创新 直观独立 你经常擅长 或者喜欢一些通过 创作音乐 演奏乐器 唱歌 表演 跳舞 表达自己的个性感受 或者想法 你也可能喜爱 绘画素描 雕刻设计 阅读 写作故事 戏剧 诗歌 拍照 或者制作电影视频 等等 你会参加音乐 或者戏剧的表演 或者欣赏这些艺术活动 你是不注重组织性的 是可以很灵活的环境之中工作 第二 这类是social helper 是一些帮助者 你是社会型的 那你是用S做代码 你倾向于善于交際外向 圆滑善解人意合作 善于辞令 关注人类的福祉 你擅长 或者一般会喜欢教学 培训 帮助 指导 或者照顾他人 与其他人交流 或者与其他人建立关系 倾听 并表现出理解 通过讨论去解决问题 集体工作 或者参加团队的运动 企业型 enterprising 用E字去做代码 是一些说服者 persuader 你是倾向于热情和果断 演说有说服力 有创业精神 注重结果 雄心勃勃 善于交際 你是擅长 或者一般都会喜欢 发表演讲 或者辩论 激励影响 和说服其他人 埋卖一些东西 或者推广一些意念 管理 领导 指挥个人 或者团体 做出一些决定 和承担风险 启动项目 规划活动 或者项目 竞争 追求地位和权利 最后一个是事务型 convention 是一些organizer 的组织者 你倾向于准确 精确 并且注重细节 高效 组织良好 有秩序 有条不敏 坚持 和耐心处理 详细的文书工作 对于既定的指令 和程序 感觉良好 你好擅长 或者通常都喜欢处理数字 保存记录 操作电脑 遵循明确的指示 或者明确的规则 建立和维护程序 组织信息 執行结构化 或者系统化的活动 有组织 和可预测的环境中工作 听完以上六类的性格 应该有一至两类 是可以很清晰地描述你的 也有一两类 肯定不是属于你的性格 问题是要很精准地 找出最强的一行 然后找第2和第3个列序 才可以准确地 利用Horland Code去判断 以上所述 其实有720个组合的可能 所以请大家在下一集 继续收看我们做测试 看看是否能够准确地 帮助大家 希望各位 最后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专业 主修科目和职业道路 Coach相信有助提升咨询 以及更有满足感的生活 希望仍未订阅Coach教育频道的朋友 用行动去支持Coach 立即订阅本台 给like和留言 多谢大家 下次见 作词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ach 今集题目是Horland Code Rizak 第2集測试及结果分析 Rizak 是个人性格和兴趣的代号 Horland Code 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專院後 是最常用的一個權威心理測試 也是美國勞工報用來做職業輔導分析的工具 美國政府也採用它作為職業分類 有些觀眾問我為什麼我不花多時間和蝙蝠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這樣可以增進與觀眾的互動和理解 由於我希望節目比較精簡和定位為專業教學 並非生活分享 所以選擇盡量少提及個人感受 但在今集開始做測試之前 真的有需要先介紹一下教學的背景 因為我今集會分享自己的Hall & Code 希望通過公開我走過的路 能夠幫助大家更加明白這個心理測驗 對於選科和職業抉擇 甚至整個人生有什麼微妙的地方 我需要離身一下 只是這兩個月為了準備這個題目 我才是親身進行過測試 所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Hall & Code 我的專業是教育 在香港和加拿大的大學 任教了22年 看到近來很多人分享他們的落地 去到英國加拿大這些地方 都勾起我很多的回憶 因為我自己是16歲的時候 啟程前往PEI讀grade 12 不過是直到第二次去加拿大 在UBC讀碩士和博士的時期 才稱得上是真正勤力讀書 要講這幾十年的故事 難免會韜韜不絕 所以我會留待在我的Podcast Channel 叫做Coach Talks 才會再做多些個人的感受分享 在我這26年任教中學和大學的時候 累積了很多輔導學生的經驗 所以現在我工作是提供教育顧問的服務 我亦有定期幫UBC做招生和職業輔導 另外還有做Journal Review Editor 主要是教育和心理學的學術期刊 在這個學期 即是2021年9月 我會重返校園 去到University of Toronto讀書 游讀?讀什麼呀?Stream A? 當然不是啦 我今集結尾會和大家分享我的Horland Code 到時大家就會明白我的決定 什麼是Horland Code呢? 在一個權威性的心理測試 以個人的性格來匹配最適合的學習專業 Study Major 和職業的道路 即是Career Path 在第一集有較詳細介紹六個性格的類型 推薦大家 首先可以看看這個第一集 更加清楚地了解這個測試的內容和應受性 由於Horland Code被廣泛使用 所以正規的測試都有七個不同長短的Version 但留意網上也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炒作和疑似 也需要付費的Horland Code測試 又有一些未更新的過期版在流傳著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是美國政府認證 又是最多北美大學採用的2018年簡短的測試版 Coach用自己的專業操守擔保 上集我提過我是美國和加拿大心理學會 APA和CPA的會員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在講下去之前提提大家 支持訂閱Coach教育頻道 請你給like留言和和朋友分享 多謝你們 首先講解一下測試的方法 共有60個項目的活動描述 你要記下你哪些是有興趣的活動 留意不要考慮你有沒有擁有相關的教育背景或培訓 更不要將錢放在其中作為考慮的因素之一 你只要選擇你有興趣的活動來就可以了 不需要顧慮能力和任何現實上的限制 給幾個例子大家看看 駕駛貨車將包裹運送到辦公室和家庭 你不需要說我生活上是不懂駕駛的 你只要看看你喜不喜歡這個活動 另外一個是修理和安裝門鎖 你不需要考慮在現實生活上 我們叫個開鎖師傅來做這個服務也很快算 自己有個忙碌不會有時間做這些事 我提醒你們這些題目 是問你在最理想的情況下 你的個人興趣 忘記你生活上的網絡或金錢上的考慮 另一個例子是演奏著士樂或跳踢踏舞 你喜不喜歡著士樂或踢踏舞 不是問題的 你只要代入你喜歡的音樂或舞蹈風格就可以了 即是這條問題問你喜不喜歡演奏樂器音樂 還有喜不喜歡跳舞 最後一個例子是經營一家服裝店 你只要代入你喜歡的行業或店舖種類就可以了 總共有六種性格喜好 每組性格有十條題目 計算一下你每一種性格類別的問題裡 你有興趣的活動就是你的得分 例如有十條活動中你有八項是有興趣的 即是你在該性格類型的得分是八分 請大家現在準備好指筆計算吧 第一個是實幹型Realistic R 是做事者 你有沒有興趣建造廚櫃、鋪磚或瓷磚 修理家用電器在養魚場養魚或組裝電子零件呢 你有沒有興趣駕駛貨車將包裹運送到辦公室和家庭 在發貨之前測試零件的質量、裝修和安裝門鎖 設置或操作機器來製造產品、撲滅森林大火 現在請你計算一下十分裡有幾個項目是選了的 這就是你實幹型的得分 接下來是Investigate if 研究型是思考者 你有沒有興趣開發一種新的藥物 研究減少水源污染的方法、進行花殼實驗 研究行星的運行、使用顯微鏡檢查血液樣本呢? 你有沒有興趣調查起火原因? 開發一種更好、預測天氣的方法 在生物實驗室工作、發明糖的替代品 以及進行實驗、測試以識別疾病呢? 你計算一下這個研究型的得分吧! 藝術型Artistic A是創造者 你有沒有興趣寫書或戲劇、演奏一種樂器、作曲或編曲、畫畫 或是為電影製作特殊效果呢? 你有沒有興趣為戲劇、繪製報警、為電影或電視節目編寫劇本 演奏著著視樂或跳TikTok舞、在樂隊中唱歌、剪接編輯電影 請你記下你在藝術型得分吧! 社會型Social是S 幫助者 你有沒有興趣教授個人鍛鍊身體的程序呢? 或者幫助有個人情緒問題的人 為人提供職業的指導、進行康復治療、在非營利的組織做自願工作? 你有沒有興趣教小孩進行體育活動 向失聰或聽障的人士教授手語 幫助進行集體治療的活動 或者在日託中心照顧兒童 你或者會不會教授一個中學的班級呢? 請你記下你在社會型Social的得分吧! 企業型Enterprising 2是說服者 你有沒有興趣買賣股票和債券呢? 管理零售店 經營美容院或理髮店 管理大公司的一個部門 開創自己的生意 你有沒有興趣合談業務合同 代表客戶進行訴訟 推出新的服裝系列 在百貨公司出售商品 經營一家服裝店 請你記下你企業型Enterprising的分數 事業型Conventional是C 組織者 你有沒有興趣使用電腦軟件開發電子表格呢? 校對記錄或表格 在大型的電腦網絡中安裝軟件 操作計算機 保留發貨和收貨的紀錄 你有沒有興趣計算員工工資 使用手提電腦盤點號財 記錄租金支付 保存倉庫紀錄 為一個機構進行標記分類和分發郵件 請你記下你在事務型Conventional的得分 大家現在是不是已經記錄了每一個性格類型的得分呢? 你便選擇出最高分的三個類型 然後填寫他們的代碼 如果有兩個類型的得分是相同 你便選擇較為有興趣做的活動那個類型就可以了 接下來解釋一下得分的情況 在六邊形最接近的區域的性格類型 是會比較距離遠的性格類型 是更加相似的 即是說很有可能 你三個類型會連接在同一個區域 代表你的性格類型是比較呈現一致性 即是Consistent 換句話說 你可能是SAI 或者是IRC 或者是ESA 是連接著一起的區域 那什麼是相反的性格呢? 就是兩個性格類型的區域 在對角的位置是相反的 例如Social的性格是善於與人相處 他對角的就是Realistic的性格 他們是善於處理物品的 可能人際方面就相對較為弱 例如Artistic的性格是追求變化和即興 所以有創造力 但他對角的Conventional 會追求慣例和規律性 所以更可靠和貫徹性強 看看這個顏色的圖 會更加清晰 Holland Codes 的一致性 Consistent 即是你三個主要性格區域 是集中在一起的 剛才我提到的 SAI ESC 這些都是 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的 但個別人 有它最強的三個類型中 可能是包括了有相反的區域 也不定 這些不一致性 inconsistent的性格類型 雖然相對上稍微少 但其實也有在專業上的優勢 因為它同時擁有相反性格 可以補足同工種的專業人士不足的地方 看這個圖 看到人的性格其實是各有差異的 如果強行論斷某一種性格是弱者 或者某一個相反的性格才是弱者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不欣賞和不支持人家發展長處的行為 是放縱自己無知去示意剝奪人的自尊和自信 坦白說 很多時候一些父母、老師或者長輩 他們或者都會判斷錯了 甚至妨礙其他人選擇和前途 這些行為害人不淺 就像這幅圖一樣 用不同的顏色是代表不同的性格 你不能說橙色比深藍色更好 或者黃色是對、綠色是錯 又或者試圖將綠色變為紫色 代入選主修和職業上來說 就應該選擇自己最喜歡最強的顏色 除非你認為可以終身扮演一個不屬於自己的性格 大家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自己的分數呢? 你要選出最高分最強的Holland Coach 作為代碼 然後加上第二、第三為高分的代碼 我們首先看看realistic的做事者 這一頁的專頁全部都是R為最強的項目 Holland Coach 括號裡面的就是第二、第三個代碼 實幹型很喜歡使用物件、機器、工具、植物、動物 或者喜歡戶外工作 所以很適合做一些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s 或者要採取行動和實踐的 即是一些skill-based的career 我們看看研究型 Investigative和I是思考者 他們喜歡觀察、學習、調查、分析、評估、解決問題 配合第二、第三個代碼 那些學科都會變得很精彩和多樣化 例如Anthropology 人類學是I、A、R Investigative、Artistic和Realistic 藝術型Artistic A是創造者 他們具有藝術、創新或者直覺能力 可見這些科目多數是文化、語文和藝術 社會型Social S是幫助者 他們喜歡和人一起工作 提供資訊幫助人 他們工作的類別是服務和教育 對象全部都是人 接下來我們看看是企業型Enterprising E 說服者 他們喜歡領導、管理 所以很多是從事商業、推銷和行政工作 事務型Conventional C是組織者 他們喜歡處理數據、擅長細節 工作是反映出他們擅長處理、資訊、數據 能夠應付高系統性和精密、有條理的工序 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資訊科技或會計 接下來是分享Coach個人的測試結果 大家看到左邊是Coach做了一個長版本測試結果 得分最高是A、Artistic 第二高是S、Social 第三和第四的相同分數是Investigative 和Enterprising 即I和E 於是看看前面 Coach介紹了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的道路 Coach竟然由18歲開始進入大學的時候 就順著次序由高至低地演繹了自己的Holland Code 記得我提及只是因為準備這個節目才第一次去測試自己的Holland Code 看Coach讀Undergrad的時候主修只是一門藝術的學科 就是Artistic 是我得分最高的類型 其實在中學階段我花了最多的時間和努力在藝術方面 成就也是讀骨美在藝術的範疇 但入到大學的時候 我知道父母的期望和基於就業的考慮 本來是準備入讀E-Enterprising的 並且已經簽託了所有選修的科目 完成了編排時間表 但在開學前一個星期 思前上後 在沒有和父母商量過之下 就直接親身去做Audition 成功回歸了自己興趣Artistic的學系 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當年沒有參加任何的輔導或諮詢服務 只是憑自己的Gut Feeling 勇往直前 接下來我幾十年的職業都是教育 所以正是走上了我第二高的S Social的性格類型 之後我入讀UBC的Research Master 和PhD 研究的領域又是結合了我Undergrad的 Major Artistic藝術和Social教育 即是我在Graduate Study的階段 體現了自己最高的三個Horland Code 就剛剛好是ASI I就是Investigative 最近一年我考慮進修 想了很久 終於決定這個學期 即是2021年9月 會去到University of Toronto 修讀E-Enterprising的科目 完全是我18歲時 原本準備開學讀的學系 正好完整地完成了自己四類型的性格興趣 再參考一下Horland Code的六角圖形 你會看到A Artistic為主 兩邊是S Social和I Investigative 而E Enterprising是較遠離A的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 令Coach延遲了幾十年到最後階段 才再選擇走上E去 看來也是合乎邏輯的發展 Coach相信人想要走的路 總是會自己去追求 自己會去製造和爭取機會 Coach製作這兩集Horland Code 又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選擇 就是希望各位有機會的話 更加認真地研究 如何去選擇才是最終於自己的性格和興趣取向 畢竟人人都要為自己抉擇要走的路 因為我們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有需要的話 建議大家嘗試做長的完整版Horland Code測試 因為它是很詳細地測試後 會根據你的性格組合 提供13至15份職業配對 由於網絡上的資訊混亂 只是上集Coach解釋過 總是會有一些神棍聞到味 利用藝科學混水摸穴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辨別真偽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Coach的Facebook 找到更多詳細資料和可靠的專頁連結 不知道大家找不找到自己的Horland Coach呢? 還有對於你有沒有幫助? 是不是好像Coach那麼吻合呢? 我想知道你們的情況 請你們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有需要幫助的話 可以用電郵聯絡我 infoatcoach.com 請你們繼續支持訂閱Coach教育頻道 請按讚、留言和朋友分享 多謝大家